大家好,這邊是巴姆特電玩瘋,我是編輯小鈺 我是特約阿祈,大家好 今年對於射擊遊戲玩家來說是非常神奇的一年 真的很難得可以看到決勝時刻,戰地風雲跟最後一戰在同一年推出 對啊,那隨著最後一戰無限的正式發售 年底的射擊遊戲大會戰終於要進入尾聲了 今天我們就要來介紹大家期待已久的最後一戰無限,戰役劇情了 不過在正式開始之前呢,我們先讓我來開箱一個特別的玩意 喔,難道是現在很難買的HELLO的那個嗎? 沒錯,就是限定版Xbox Series X,HELLO INFINITY限量同捆 跟四關掌配色的第二代精英控制器 這個目前在市面上已經很難買到了,堪稱是SSR等級的異品 Xbox Series X的HELLO INFINITY限量同捆是以最後一戰宇宙為設計靈感 採用暗色金屬面板和衣精勾勒線條的外觀 開機、關機、退片都有特殊的音效 整體可說是充滿了HELLO的元素 另外,同捆機所搭配的新版Xbox無限控制器 也同樣採用了相同的設計塗裝 不過這隻手把就只是普通版了 接下來要開箱的四關掌配色第二代精英控制器就更厲害了 這款限定版控制器是以系列主角四關掌的造型為靈感 它具備跟四關掌護甲一樣的均綠色塗裝 跟像是四關掌裝甲面罩同樣顏色的金色方向鍵 那手把的上方則有S117 四關掌代號的名牌 搭配了它後面的純黑色握把 所以它把暗板也做成純黑的 那相信這個對於HELLO粉絲來說 真的是非常的有收藏價值啊 好啦,那看完開箱我們趕快回到正題 我們都知道阿琪每一代HELLO都有玩嘛 能請你簡單說一下這代你玩過的遊戲體驗嗎 欸...劇情跟開放世界的玩法呢 這部分比較複雜這個...不好說啦 不過就戰鬥方面呢,我覺得最後一戰無限 應該是系列中最有爽快感 就這個戰鬥的部分來說呢 我的評價是非常高的 先前四出的免費多人對戰 評價也是相當不錯 所以看來單人劇情的戰役模式 也是值得期待的喔 那阿琪能不能在不爆雷險體之下 顯介一下這次最後一戰無限的劇情 這次HELLO無限的故事呢 是發生在四關掌所搭乘的船艦 被一幫稱為流放者的敵人打敗之後 那他在宇宙中漂流好了一陣子的四關掌 恰好呢就在這次故事的發生地 ZETA HELLO附近呢 被自己人救了起來 那其實救他那個駕駛員小兵啊 其實是很想回家 但是四關掌就堅持要阻止流放者 去佔領ZETA HELLO 那...四關掌就最大尾啦 當然他輸了算 所以他們就回到了HELLO上面 那準備重整人類的戰線 來對抗這個流放者 那自然啊 我們中間省略了一些爆雷的劇情啊 那這一次的敵人 流放者是什麼來頭啊? 欸這次的敵人呢 流放者 是一隻由鬼面獸啊 野豬獸 豺狼獵人 精英組成的混合部隊 基本上呢就是 跟以前的新盟啊 就是以前系列做的主要敵人 新盟是差不多的 只不過呢這一次帶領流放者的首領 是鬼面獸就是了 欸?這些... 敵人聽起來都是些老面孔啊 所以這些敵人就是 玩家們會碰到的全部敵人嗎? 遊戲裡是有所謂 頭目級敵人的存在啊 就是有BOSS戰 那這個我們之後 談到玩法的時候會詳細說明 不過呢就是目前這些敵人呢 再加上聖堂防衛者 就是小飛機啊 幾乎呢就是玩家會碰上所有敵人了 沒有蟲族 也沒有五代那些先行者 普羅米修斯敵人之類的 那遊戲一直告訴玩家 Zeta Halo上面有別的東西 害我很期待啊 結果根本沒碰到啊 你在跟我開什麼玩笑啊 好吧好吧 那我們都知道這次新的HAL 改成開放世界的形式 那可以麻煩你簡單解釋一下 玩法上面有什麼變化嗎? 欸...關於這一點呢 玩過HAL系列的玩家應該都知道 以前HAL就是標準的線性劇情 一本到啊 那用不同的關卡 來組成完整的故事 就是一關一關的 那在這次的最後一戰無限裡面呢 玩家在Zeta Halo上面 可以自由的探索 那就沒有這樣子 一關一關的分別 你可以先收集一些強化跟升級 那在地圖上面亂晃了 到你爽了 你再去挑戰主線任務 而主線任務的地圖呢 是獨立的 那也就是說呢 玩家會到一個地方 會再重新露一張地圖 然後進去主線任務裡面 這樣 那我個人的感想呢 是覺得有好有壞啊 因為線性劇情呢 你可以在不同的關卡 打造出完全不同的場景風格 比如說你一下都市啊 一下古代遺跡啊 或是叢林啊 但是開放世界呢 你想要做不同的場景 哇那你地圖要做很大 才會有可能這樣子 什麼都有嘛對不對 那可惜就是最後一戰無限的地圖呢 就可能沒有玩家想像那麼大啦 那場景呢 自然也就比較沒那麼多變 那除了這個主線任務以外呢 還有幾種不同的支線任務類型 包括進攻重要的據點 拯救陸戰隊員 破壞敵方的廣播塔 還有剛剛提到的就是 擊敗頭目敵人 那這些支線任務 有什麼好處啊 有什麼強化的要素在嗎 做這些支線任務呢 就是獲得一種 叫做勇氣值的點數 因為士官長 應該不能叫做經驗值嘛 因為士官長已經很強了 嗯哼 那這個勇氣值呢 可以用來解鎖前線基地裡面的士兵 武器跟宅具 也就是說到一個程度 它就會解開 你就可以用這樣子 那你勇氣值越多呢 你能用的類型啊 武器啊 車輛啊 的類型就越豐富 打倒頭目敵人的話呢 則是可以拿到一把 跟普通版武器 普通版武器 不一樣的強化版武器 那這個武器呢 你用完 這個強化版武器 就算你用完 你還可以回基地拿 車子開爆了 也可以回基地 再開一台出版 這樣 哦 原來是這樣子 那所以玩家可以從前線基地 拿裝備 再去探索地圖 對沒錯 那要是你把這些知識線任務都做完啊 你到最後就可以開坦克啊 開飛機啊 然後到處去碾壓 那個地圖上的敵人 不過我還是要提一下啊 因為這個知識線任務的內容呢 我剛剛提到那幾種 其實有一點重複啦 那如果你做膩了 我覺得你還是趕快去推主線吧 我把這裡從他們的系統中 那 開放世界的部分 看起來就是這樣子嘛 不過你剛有提到 戰鬥的部分很棒 那 可以分析一下到底是好在哪裡嗎 首先 這次有幾種 就是 戰術裝備的設計 它不是第一次出現在HELL系列裡面 這一次呢 預設有一個新玩業 叫做 抓勾 是士官長呢 醒來就 持有 預設就持有 必須說這個抓勾真是太有趣了 你可以勾牆 勾敵人 勾武器 勾車子 勾飛機 啊你勾到那個東西呢 就是勾到載具 你還可以衝過去把它搶過來 幾乎你想到的東西呢 都能用這個勾子來互動 那熟了之後呢 玩家就可以像 你玩一個叫做 Just Cause 正當防衛 就是你可以用抓勾呢 勾住牆壁啊 然後來做出一些機動 就是有點像Apex裡面的巡路者 那樣 那你可以用抓勾呢 飛來飛去 如果你抓的位置對的話 非常的過癮 那甚至呢 你還可以用它來爬垂直的地形 等到你的抓勾升級到一個程度呢 它的冷卻時間會縮短40% 意思是你可以勾更快這樣子 勾到敵人的時候 你還可以 出到敵人還可以把它電暈 可以強攻 可以逃命 這個抓勾根本是萬能道具 相比之下呢 其他的戰術裝備呢 就是還有護盾啦 衝刺啦 掃描啊 就是 你可以用 但是它就沒有那麼泛用 比起抓勾來說 就是比較可惜了一點 但是還是很好玩 看你用這個抓勾啊 真的是感覺到 戰鬥變得很流暢 跟以前的HELL差非常的多 那麻煩你做個總結的感想好了 好啊 那這次的最後一戰無限呢 就是大家知道它因為 疫情的關係有延期嘛 對不對 那延期呢 總算能端出一個 讓大家能夠相對滿意的成品啊 畢竟HELL的粉絲眾多嘛 對不對 至少這個免費多人連線對戰的部分呢 目前來說大家都是很好評啊 在年末的射擊遊戲裡面 好 那至於單機遊戲方面呢 相信如果你是HELLO的老粉 第一次玩到開放式世界的HELLO 你會覺得很新奇啊 你可以種種的角度 感覺得到 就是這一次的製作團隊343 他們非常想要就是在一個範圍內 盡可能把遊戲做好精緻化這樣 所以整個遊戲的規模 那我指的就是地圖的規模 還有就是任務的類型啊 種類啊 應該是 就是這樣 沒有辦法再大 再豐富一點 那戰鬥部分呢 手感當然是沒話說 尤其是加入抓勾 你可以高機動殺敵 不過這個敵人的種類啊 實在是有點少啊 而且都是以前已經碰過 大家已經打得很熟的敵人 就是 嗯 有點可惜啊 我私心還有覺得一個可惜的地方就是 你花了大把功夫啊 在地圖上面 拯救那些陸戰隊 我本來想說 換成開放式世界地圖 你可以跟這些士兵有更多的互動 變成 你救了他們變成夥伴 你可以帶他們去打怪這樣子 沒想到他們的AI 仍然是炮灰啊 那整體來說呢 給玩家失望是不至於啦 沒有超出玩家的期待 我只能這樣講 那以上呢 就是本次 最後一戰無限的試玩報導 謝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掰掰